前不久刚发了新专辑,粉丝就已经很开心了,昨天更新了小黑屋,看到三小只一起过生日就很满足了,在预告中暗示了组合新歌夺猫猫,就已经让粉丝很期待了。 这下又有和前辈王立宏老师合作的新歌,这福利一个接一个的,快消化不了了,现在的三个少年,早已不是当年的孩童模样,现在的他们更加优秀,更加有责任,有担当,年少时百般魔力给自己铺好的路,为的就是能让自己顺利的走在路上,离自己的梦想更近一步,年少成名不是获奖无数,风光无限。 而是让自己可以赢得更多人的尊敬,年少成名,实则千锤百炼,而他们成名的背后更加离不开粉丝的力量,粉丝合三只是永远拆不散的团体,粉丝给予的鼓励和支持是他们前进的动力,粉丝处事为人的时候,考虑到的也会是偶像的力量,会不会影响爱豆已经逐渐地成为粉丝处事前的首要考虑条件。 昨天闹得沸沸扬扬的某某事件,无非是某些人想要借此机会,毁掉千玺和圆圆的感情,给自己博得关注量。 只不过这些人没有弄明白的,是派大星和海绵宝宝身后的感情,他们一起经历过的事情,不是一般人可以体验到的。 而且感人四五年的感情,根本不会受这些事情打扰,有的时候说粉丝想的很多,会为他们考虑很多。 现在想想,这句话好假,圆圆快会考了,千玺快高考了,他们又没有什么超能力,可以看不见这些纷争。 那些说为了他们好的粉丝,在这个时候考虑的还没有录人多。 为什么爱豆这么优秀,粉丝反而不进步,今天千玺生日会时候的一个采访发布了,在采访时,记者让千玺画一个动漫,是三个人一起过生日的画面,千玺想都没想伸手画了三个小人,中间一个大蛋糕,记者问能解释一下谁是谁吗? 千玺说,谁是谁我倒是没想,就是三个人在一起过生日,每年的生日会,都会有饭圈争论,谁生日会的场地大,谁生日会的牌面好,谁生日会邀请的嘉宾多,但是这些争论都是毫无利益的,反正每年的三个生日,都是三个人一起度过的。 昨天三职和王力宏的新歌Tonight Forever上线了,很多人都被这样满满青春活力的气氛给感染了,循环一整天都是没有任何厌烦的,今天王力宏哥哥发微博Q了三只,对啊,新歌的首字母不就是TF吗? 其实这么巧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,只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人愿意去发现在生活中暗藏的团堂了。 三只才出道四年,离说好的十年演唱会还早着呢,才四年粉丝之间就闹得不可开交,难道让他们在这个时代留下深刻的异迹就这么难吗? 今晚上有期待很久的双十二狂欢派对,虽然源源因为学业原因,不能参加此次晚会,但是小凯和千玺会带着她的力量一起活跃在舞台上,我们在晚会上看到的始终是三个人,而且小凯和千玺今晚上还会带来团歌,不知道会不会是营火,反正期待就好。 今晚上会不会是团魂炸裂的一晚呢?我们一起努力吧,据说今晚没有直播。